这是一台神奇的烘干机 只要向他许愿 就能获得想要的一切 宅男两眼发光 立马许了个美女 下一秒从洗衣机里爬出一个美女 但世上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吗 乔本是一个普通宅男 由于刚被公司炒鱿鱼 他心情差到极点 他来到洗衣店 随便挑了台烘干机 结果还是坏的 他换了一台 坐下来等待 哎 要是有罐啤酒就好了 哐当一声 之前故障的烘干机中 出现一罐啤酒 乔本有点吃惊 他拿出来竟然还是冰的 这时一个奇怪的宝决员出现 他表示 这是台能实现任何愿望的烘干机 乔本半信半疑 他试着喝了一口是真酒 这时一个女孩走进洗衣店 他也是经常光顾这里的顾客 乔本和他打了招呼 两人攀谈了一下 可聊着聊着 女孩忽然哭起来 原来女孩也失业了 因为一直被求职公司拒绝 他放弃了生活的希望 乔本有点心软 他安慰女孩 让他放松心态 好好努力 生活一定会有好转的 晚上乔本回到家里 母亲打了电话 说父亲生病需要钱 乔本有点头大 自己这都紧巴巴的 还怎么能拿出钱来呢 这时他想起了红干机 于是第二天一早 他来洗衣店许了个院 果然钱出现了 乔本心里窃喜 可这时他看见 昨天他落在店里的啤酒罐 变成了一滩灰 保健员表示 无论许的是什么东西 在一天后都会消失 乔本一听 赶紧揣着钱跑出洗衣店 回去的路上 他碰到女孩 女孩向他道谢 因为经过他的鼓励 他第一次通过了公司面试 乔本很替他高兴 这时母亲打电话过来 接听完后 女孩也得知 乔本父亲生病的事 他鼓励乔本 说他一定能找到工作的 给父亲汇完钱后 乔本着手找起工作 可没女孩那么幸运 乔本连续碰壁 在日复一日的失败后 他消沉下来 一天在看到老同学 幸福的生活照后 乔本心生羡慕 他忍不住动起歪脑筋 既然自己有能许愿的神器 干嘛还这么辛苦呢 他来到洗衣店 思前想后 决定先给自己弄个女朋友 他提出一堆择偶标准 果然烘干期 送出一个清纯女孩 他对乔本摆一摆顺 乔本很快顶不住了 他帮女孩买了一堆东西 陪他逛街 陪他吃饭 可最后 当两人终于要清上时 一天的时间到了 女孩消失了 乔本怅然若失 但没想到 他接下来的想法 不是好好的回归现实 而是又去要了个女朋友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 乔本每天都换一个女孩 他彻底沉沦在温柔乡中 在烘干机的帮助下 他吃喝玩乐 样样不缺 很快乔本摇身一变 似乎成了一个 有钱有美女的成功人士 而这些也被之前的 洗衣店女孩看在眼里 某晚 正当乔本再来到洗衣店时 女孩询问他 这些钱是从哪来的 乔本撒谎是赌马赢的 女孩有点失望 他认为乔本是被那些 女人蛊惑了心智 才变得这么颓废 他希望乔本好好找工作 却被乔本认为多管闲事 几周过后 乔本胃口越来越大 他要的钱越来越多 开始给女友们买钻戒 很快呢 他又对清纯系女孩厌倦了 要了一个火辣妹 他两眼放光 把买来的钻戒全给他戴上 正当两人亲亲我我时 母亲打电话过来 因为父亲要做手术了 他希望乔本来一趟 可乔本无情拒绝了 这时保洁员忽然出现 他诡异地告诫乔本 他不应当把人当成许愿物 因为一天后 他们的生命就会消失 但乔本不以为然 另一遍 女孩也走进了洗衣店 他刚才看到乔本和火辣妹的亲密 心里很难过 他指责火辣妹蛊惑了乔本 两人很快起了争执 火辣妹一把把女孩推倒 气冲冲地走出洗衣店 乔本有点懵圈 他走进店内 只见女孩在座位上哭泣 原来女孩一直很喜欢 之前温柔稳重的乔本 他不明白 乔本怎么会变成现在的 乔本有点内疚 正要上前时 女孩突然面对烘干机 许下她的愿望 空气中一片黑暗 乔本在烘干机中醒来 他没有了名牌衣服 再次变回了普通的乔本 他慌张地跌出烘干机 这时电视上放着 近期的离奇盗窃案 那些曾被乔本光顾的店 纷纷消失了一部分销售额 因为乔本给他们的钱 只能存在24小时 梦然间乔本意识到了什么 这样一来 他不也只能活24小时了吗 他脑中晴天霹雳 整个人绝望地跪倒在地 一天后乔本消失 投币洗衣店 是《世界奇妙物语2020秋季特别篇》中的一则小故事 片中乔本的改变 本质上是自己内心的贪婪所导致 在金钱和美女的诱惑下 他丢失了之前的良好品德 无视了身边关心自己的人 变成了一个无情的不思上进者 但俗话说天道好轮回 当他选择为物质丢掉品德时 其实他把自己的未来也当成了砝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